可以靜止衣服 Hello 各位 我是Miss Chan Chan 各位明報OL網的觀眾你們好 接下來在7月18-29日我將會有一個演唱會 這個演唱會很特別的 叫遊靈開始 Private Music Room 地方只坐600人 在很近距離的接觸 整個團隊都是夢幻的組合 有夢幻的團隊 希望有夢幻的工作 希望有你們的支持 一定會告訴你一個很享受的感想 其實因為我做這個演唱會 我考慮了一段時間做不做 因為始終要做12場 這12場都是比較長一些 還有這麼近距離接觸 所以跟觀眾的溝通方面 他進來看些什麼呢 我自己站在一個觀眾立場 我都要想的 你單單去唱自己的歌就足夠了 還有我做了表演藝術都這麼多年了 我其實很想做一個 一個演唱會是可以有些內容的 可以說是一個個人的回憶 亦都是一個由歌來的回憶 帶到一個集體的回憶 其實因為真的從杰倫開始 作為一個中心 去將一些所有不同的才華的人 的靈感集合在一起 而是透過一個表演藝術 表演藝術就是一定有表演者 一定有欣賞者 其實是怎樣一個cross over 因為是一個互動 但是你通互動不只是說 我會拍手啊一起唱 不是這麼簡單 而是怎樣可以將內容 是一種成熟一點 又好 怎樣去touch到不同人的一些 每個人的經驗呢 我就運用這些這樣的層次 希望去透過音樂 去跟你看這個show的觀眾 作為一種橋樑 我覺得對我來說 不只是這十二場的演唱會 對我來說是整個process 一個過程 演唱會就是一個最後一個product 但它不是最後 因為它也是我經驗的一個提升 JJ來說是沒有退休這個唱嗎 沒有退休的 因為 你都沒有考慮過 會有唱累的一天 唱累就不會了 唱累就不會了 但是我不排除有一天 你已經沒有能力再唱 因為有些事情是 很多事情你身體上 條件上 你究竟會不會move on 你究竟有沒有這個能力 可以再創 再產生一種 其實有一件事 對一個已經唱了幾十年的artist 來講 其實不是容易move on 音樂 我講的靈感是活傳來的 音樂創作 電影創作 任何一種藝術創作 是一種活傳來的 所以為什麼每一個人的創作都不同 你都要尊重 你喜不喜歡是有個人的 很主觀的 我喜歡 我不喜歡就可以了 但是 它特別的地方就是 美術就是一種活傳 無論它好或者不好 就是一個人 它現在有一個體會 一種體會 它的背景的成長 它的整體性 我們要多學一些東西的時候 就更加懂得 對我自己來說 懂得去尊重每一個位置的創作人 好